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CJN Support 我是卡尔 记得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最近的赛事分析影片哦 如果你有想和我讨论的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都会尽量回复 话不多说 今天一样为大家带来英格兰足球超级赛赛事分析 英朝第26轮曼城主场对阵纽卡索连 台湾时间3月4日晚间8点半开梯 一样来看一下两队广的交锋记录 进五场两队交锋 主队曼城市四胜一盒的成绩 对战纽卡索连保持不败 但我们要注意那唯一的一盒就是本赛季 去年度8月21日与纽卡索连主场的交手 而该场双方是提到3比3盒局 可说是足球场上少见的大比分盒局 但该场我们仍能从数据中看出细节 该场两队设政率都接近5成 纽卡索连12次设门5次设政 曼城则是21次设门10次设政 但从其中其他数据来看 我们能看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犯规次数 纽卡索连有14次犯规 且当中有4次黄牌 而曼城仅7次犯规 2张黄牌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纽卡索连很多时候 其实是防不住曼城的突破 必须采取犯规才能阻止曼城得分 且我们可从双方进球的时间点来分析 在上半场 纽卡索连是2比1领先的 甚至在下半场54分钟时 再进一球来稳定领先 但61跟64分钟 短短3分钟的时间 被曼城连进两球 虽然我们都知道曼城的持球率比较高 是因为纽卡索连几乎都是 先以防守再进攻为主的战术设计 但如果那4张黄牌 只要有一次没被犯规 是否就意味着 曼城能获得一次组织有效进攻的机会呢 间接导致获胜的可能 是有的 因为我们可以仔细了解 就是纽卡索连最后面的这2张黄牌呢 都是在曼城64分钟进球之后产生的 这代表后续曼城仍是持续猛攻 如果这2张黄牌 哪怕一次没被阻止 那是否意味着 纽卡索连就会输掉比赛呢 纵观来说 纽卡索连虽然有 阿尔米隆这种强力前锋 但你很难拿他与哈兰德相比 此意曼城将回到主场 纽卡索连仍需人正以待 因为曼城的进攻手段实在太多 即便双方日前交手同样使用433阵型 但可以看出曼城的攻势是较强劲的一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组队曼城的近况 曼城进武场各项赛斯取得三胜两合的成绩 账面状态不差 但是对上兵工场的鹰超龙头之战3比1获胜后 随即在下一轮做客诺丁和森林却没有拿下胜利 仅占据鹰超龙头不到3天的时间 该场在上半场40分钟时靠着Salva的进球1比0领先 但迟迟攻不下下一球来买保险 导致诺丁和森林在下半场80分钟时 靠着右边路的双人配合连续过掉曼城的防线 最终后点放到门前给T5上来的Word插上 踢紧关键一球 也让最后曼城被诺丁和森林强势逼平 而后续欧冠远赴德国做客RB来比锡 同样是上半场1比0领先 又在下半场70分钟时被踢合 连续两场踢合让曼城踢得也很闷 虽然回到英超后 在上一轮做客博恩茅斯 曼城算是找到出气筒 上半场就3比0 下半场博恩茅斯再多送一颗无龙球 虽然83分钟博恩茅斯也进球 但最终就是4比1击败博恩茅斯 而最近期的赛事就是 主总被堆上英冠排名13名的布里斯托城 这场获胜我认为是理所当然 因此近期虽然曼城连续做客5场 但实际上踢出该有实力场次的 仅有对上兵攻场的比赛 我们知道曼城经常使用的是3241阵型 虽然该阵型在进攻端确实无庸置疑的强大 但遇上死守到底的球队时 如果自己履攻不进的情况 容易将球遗失在中前场位置 间接导致被反快攻 而由于阵型的关系 防守球员比起普通的四后位阵型还来得少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曼城在本季 在面对先防守为主球队时 常常都让对方在比赛末段或下半场有进球 间接导致踢合 本季曼城在印钞总共有4场的合局 分别就是队上纽卡索连 阿斯顿维拉 艾弗顿 以及洛丁和森林 尤其后面这三支球队都是曼城率先进球 但迟迟攻不进第二球的情况 后续被逼合 此一将回到主场 曼城该用何种阵型来面对拥有强大防线的纽卡索连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客队纽卡索连的境况 客队纽卡索连进5场各上赛斯取得一胜两败两合的成绩 情况算是本赛季来说最低潮的时候 由于两败都是最近期的两场赛事 分别是24轮 英超主场面对立物浦 早早就被公务两球落后 在英门将Pope 投顶失误 导致手球红牌竞赛 因此英联盃的决赛就如同我们本周分析过的一样 仅能派上很久没出赛的第三门将Kalius上场 也输掉了英联盃 但此意 纽卡索连的替我们将这个Dubla Vuka是可以上场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阵立物浦在少一人的情况下 他顶踢上场也未在让立物浦进球 这样的表现却是值得肯定 说完防守 再来说一下纽卡索连的进攻 虽说球队是以防守战术为主的球队 但近期的纽卡索连与上半季多次大比分的表现有所落差 我们将分析一下为何纽卡索连近况不佳的原因 首先我们从最直观的数据来了解 目前纽卡索连23轮踢完前16轮有32颗进球 但后面七轮仅三颗进球 进球效率实在过低 最主要的原因是创造出太少进攻机会 本季至今纽卡索连创造的进攻机会有194次 但仅排名在英超第14名 且在这七轮中 作为纽卡索连的进攻发起者 这个Telip 近期创造进攻机会 以及传球精准度都有所减少 这是近期纽卡索连致命的缺陷 因纽卡索连在进攻团太过仰赖这个Telip 在后场的长传或是带至中场直接形成支点 本季他有23次直接创造进攻机会 并有18次是具有威胁性的机会 这还不包括脚球与自由球 没错 纽卡索连就算是定位球 很多时候都有Telip来组织 整队进攻组织者过于单一 就是纽卡索连进攻端压火的最根本问题 只要Telip被对手包夹路线或是狗牙皮抢 很容易就减少进攻机会 因此我们才会看到 为何近期他们都在面对什么任何球队 都会踢出0比0以及1比1的合局 因为对手已经了解到他们的弱点 但因为后防线实在太稳固 也都只能踢到合局 因此如何增加组织 支点以及进攻发起者 就决定本赛季纽卡索连将会走得多远 接着我们来做一下总结 虽然近期慢成二连胜 且两场进了七颗球 但这两支球队与纽卡索连相比之下 防守成绩与战术都不在同一个档次 而阵型上的安排会导致在面对防守体系为主球队时 容易无法突破两球的优势 进而在比赛末段造成对手扳平 与纽卡索连的对战中 双方都采用了4-3-3阵型为主 但大家要知道进攻与防守时 会随着场上的情况而改变阵型 而纽卡索连由于进攻端太过于仰赖 进七场更是仅有三颗进球 但也仅失了三颗球而已 但后防线的防守强度 我们可以认为是无庸置疑的 因此此意即便是在曼城回到主场作战 我认为纽卡索连强大的防守 以及曼城遇上这种防守球队女工不进的状况 会是最大的关键 因此我认为这场一样会是合局 那我们实际预测就是合局 大小分为全场2.5小 半全场塞果为半场慢成全场合局 半场合局全场合局 正确比数为慢成0比0 1比1纽卡索连 今天分析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